中共候选林瑞雄又一段话成为媒体焦点 他说他学过占卜 而最近他算出来是宋楚瑜会当选 依据是什么呢 就是他手上拿的这个 说是从唐朝传下的推背图 说是新某年的图是屋檐下有人 那个屋子啊 据林瑞雄的说法 代表就是宋楚瑜的宋 只不过对于林瑞雄这一算 其实命理学界很多不同看法 代表宋的表 到宇兰跑行程 清明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 推背图不离身 随时能把新某年这张图拿出来 现场开始 没有办法解释成马跟菜啊 你看这个图 你看看有变吗 明明这个特别写这个 头带头 你看他什么人 知道吗 之前学过普卦的林瑞雄拿出的唐代 推背图是贞观年间由官方和民间的两位普卦 我说的这个街机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而这两撇的行也像是灯高一户的灯 政治人物里面有灯这个字的也许就是这位人物 我在这时候某位老先生以真情的诉求 以悲情的诉求 以他的病情来做一个告急 我相信这个也是撼动整个选举的结果的 有命理师认为唐代推背图因为时代移转 已经不适用在现今的大选局势 只能说推背图看大选 参考参考 TWS新闻综合报导